日前从智检总局获悉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向国家智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2017年2月13日起 召回2016年1月19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生产的 部分进口2015年款 Infinity QX60混合动力系列汽车 据该公司统计 中国大陆区域共涉及205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由于供应商问题 个别邮箱的可体特定部位低于标准设计厚度 邮箱如果受到强烈撞击 可能造成燃用渗漏 存在安全隐患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免费更换新的邮箱 以消除缺陷 厂家建议相关用户尽可能安全驾驶 避免车辆碰撞 如有异常 请立即前往维修站做检修 在召回行动开始后 应尽快联系经销商进行维修 此前 Infinity QX60也做过多次召回 2015年召回范围内车辆 由于乘客分类系统控制单元内的程序问题 成人在入座副驾驶席时 可能被系统误判为儿童 导致爆顶灯点亮 在极个别情况下 可能被系统误判为空重 当车辆受到足以使气囊打开的碰撞时 副驾驶系气囊有时会出现打不开的情况 导致成员受伤 存在安全隐患 涉及2013年11月至2016年4月期间 生产的部分 2014 2015年款 进口Infinity QX60车辆 共计12373辆 而在2015年1月27日 召回的2014年8月至2014年10月期间 生产的进口Infinity QX60车辆 召回范围内车辆 由于生产线工具使用不规范 前轮轮迁螺丝 没有按规定拧紧 行驶中会发生异想和震动 最坏的情况是行驶中 有可能发生制动力下降 轮圈损坏 影响转向控制 存在安全隐患 据该公司统计 涉及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共有48辆该款车型 本次召回的车辆 虽然只涉及中国大陆地区 205辆QX60混动版车型 但真的不知道Infinity 其他车型是否也同样 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春节将至 爱车安全有隐患 召回又不是分分钟完成维修 确实很让人头疼 可怜的Infinity的车主小伙伴们 看来这个春节不好过了 请不吝点赞 适合